各位好朋友 各位同志 我们最强的母鸡 也是我们2024 5月20号 要就职的中华民国新的总统 侯友宜同志 所有的立委 所有我们最辛苦的县市长 各位党务的先进 民主的真谛 就是 做麦华人 做麦华人 政党论体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今天在台湾 大街小巷 爸爸妈妈 年轻人 劳工朋友 大家都说 七缺 我们不但 缺蛋 缺药 缺水 缺电 缺工 缺人才 更重要的 民进党 已经缺乏跟台湾人民 站在一起了 这样的心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台湾人民超过半数多数都觉得一定要进党轮替 这就是民主的真谛 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们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人民都希望过好日子 我们的好日子 就是可以安定 可以保兵 大家希望幸福 安乐的过日 没有人希望有战争 没有人希望 今天是房价高涨 物价高涨 然后变成一个逼心过劳之党 更没有人愿意 企业家不到台湾来投资 怕战争 又缺水 又缺电 又缺工 又缺人才 这个是台湾面临的困境 国民党是创建中华民国的政党 更是最爱台湾的政党 为人民拼好日子 是我们的责任 过去这段日子 我担任党主席 我跟大家一起 走对的路 提对的人 团结盛选 什么是走对的路 简单的来说 就是能够守护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 能够守护我们台湾这个家园 好那些八世 能过后日子 这就是我们国民党要走对的路 什么叫做提对的人 就是真正能够爱台湾人民 真正能够跟我们大家站在一起 因为中道理性稳健务实 有领导力 有执行力的候选人 我们这一次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同志 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是最有领导力 最有执行力 最爱台湾 可以拼命 保护我们的中华民国的 最好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更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团结胜选 团结胜选 去年 一二六 我们团结努力 我们赢得人民的肯定 我担任党主席 我必须要无私无我 才能够走对的路 提对的人 跟大家团结在一起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私 或为自己着想 更重要的 我还必须要忍辱负重 任何的攻击 任何的炮火 对向我 把我当剑法 我可以承受 但是一定要把光芒 要把掌声给我们的候选人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为台湾这一块土地来打拼 我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接下来的这一段日子 我们放下自我 让小我小一点 让大我大一点 让我们国民党为了台湾的人民 让所有的候选人为了台湾的下一代未来 我们能够团结努力 我们做所有对团结有帮助的事情 我们避免对敌人分化 被逼敌人来造成我们的困扰 我们只要把光芒 把掌声 把团结集合在我们的候选人身上 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胜选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民进党的朋友们 民进党的朋友们 你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 台湾所有人民的苦日子也快要结束了 让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努力 偶有以我们最强的母鸡 带领我们所有立委的团队 在我们团结的县市长 团结的所有的同志 一同努力之下 政党轮替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 明年520 让我们共同为台湾人民开始拼好日子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 我们一起加油